全木頭的兩層樓歐風別墅相當的有特色 但更特別的是這間木屋竟然蓋在辦公室大樓頂樓 上面還有遮餘鐵皮屋 整個頂樓蓋好蓋滿 還有一個小院子 好像在蓋一個那個覺得好奇怪 七層大樓上面在家蓋一棟木屋 成了名副其實的九層樓中樓 民眾看了都說太誇張 這間木屋就位在台中市華美西街 這間商務大樓上面 從側面看有家中冷氣 旁邊還有曬衣架 感覺還有人住在裡面 房東趕緊出面澄清大樓上的木屋 是自己父親二十多年前蓋的 家人偶爾會和家人過去住 沒有出租讓人使用 但木屋整個蓋在頂樓 可能屬於違建會被政府拆除 认定了我們當然都發局 就會執行去做拆除優先的動作 都發局表示通常拆除違建 认定有公安疑慮的才會優先拆除 而這棟市也極佳的歐峰木屋 目前沒有立刻拆除的性質 是還在排隊等待拆除的案件 記者賴文良 羅一鈞台中報導 《GCa4 V3rd》 《GCa4 V4rd是1.1》 《GCa4 V4rd》